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一个痛症 你要产生痛 要不要神经来传导 那你很可能说 哎呀这个痛就是因为 神经传导问题出了问题 那有一些止痛剂就把你神经阻断 哎 就不痛了 但不能根治啊 要效果了它还是继续在传导嘛 那这样痛永远解决不了 那所以重阴解肾就不能这样谈哦 你要根治疾病 那当然痛跟神经传导有关 那我问问各位 如果没有血液滋认神经 这个神经能不能发挥传导的作用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所以神经它要有作用 必须要有血液的滋认 那血液你要不要有血管 没有血管那你血液四分 你怎么滋认 对 所以还要有血管 还要有肌肉固定 那光有这样如果没有骨头 那你是一团肉球你怎么传导 你还是要有骨架嘛 对不对 所以它传导才能顺畅 就好像高速公路你才能跑得快嘛 对吧 道理是阴谋一样 好 这些骨头也有了 但心脏不跳你能不能传导 可见有组织还不行 还要有器官的参与耶 所以光痛就有心脏也要参与耶 心脏不跳你也感觉不到痛 因为你就那个了嘛 心脏不跳就你怎么还有感觉 那你这样再来类推 那肝脏肾脏要不要参与 当然要啊 你肝脏不运作 肾脏不运作 你心脏也没 单一也不能发挥作用嘛 所以我们承认单一是有关系 但不能说单一的 就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 它必须要怎么样 整体运作才会产生这样的作用 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光有组织器官什么都有啦 但没有热能能不能运作 能不能 也不能嘛 所以还要有热能的推动 就好像眼睛可不可以看得见东西 如果眼睛真的能看东西 那死人都有眼睛啊 那死人能不能看见东西 如果它能够那还叫死人吗 所以不可以的啊 所以你这样来探讨你就知道 哇 原来眼睛要发挥作用 它背后还有很多作用 要有什么作用 要有热能去推动啊 还要有组织器官 神经的传导血液的滋润啊 就是回到我们原来讲 所以不能有单一的概念 那西医常常跟我们讲 脑中风会半身瘫痪 就是因为脑中风引起 脑溢血出血引起 有没有 那个就是又是单一 单一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 所以这里就在破这个 单一不可能 不可能成为疾病之主因 所以这个就是中医发展的 中医也比较有整体观 那原始点完全是整体观 他知道一个症状背后 是各种因言和合 你不只要有因坏 还要考虑到言的问题 单一的因 单一的言都不会 一定是因言忌足果报才会现前 你今天做好事 你以为你就有好报 未必 你今天布施了很多钱 也许早上布施 晚上出去就被车坐 有没有可能 有啊 那你说善有善报吗 下面有一句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后未到 有没有 这个就是答案 时后一到 一切都报 那就代表什么 他虽然做了善 但还没有言的巨足 所以他还不能成为果 那言如果再巨足 因言巨足了 他真善报就来了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你作恶 难道作恶了已经立即马上被关 没有啊 他证据还没有被发现啊 对不对 言还未巨足啊 但等到时间一到了 他的证据都被发现出来 那这时候因言巨足 他就要被抓去坐牢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没有错 绝对是这样 但不是说你马上做了就一定有 所以一个疾病的症状的产生 一定还背后有什么 很多的因言 然后才能产生 你怎么能说是单一的 那你们就会反问我 那为什么原始点能够引起组织器官 还有热能一下子按下去 全部都动起来呢 对不对 我说我按这一个原始痛点 假设我找到痛点按了 为什么它可以产生所有的组织器官 还有热能一起来推动 然后增强自抑力抵抗力来修复它呢 这个问题重不重要 对啊 要不然我说我按的都是 让整个器官组织热能动起来 然后身体才修复的 你们信不信 我光这样讲 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方法 你们都可以按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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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